所以最后的话就是一个门号公式 然后里面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又 刚刚又多增加了一个所谓的那个4维圈 所以我是建议这个可能慢慢 习惯他一下 反正一定有4 然后哪一个数字到哪一个数字 通常指的是哪一列 你可以看这第二列吗 那你可以用Ctrl向下 移到这个范围的最下面 它会停在101 目前我们还没讲追逐 最终的方式 你就直接填 把那个范围直接填到这边来 这样他就会直接 帮我把这个范围的公式 丢到这里面来了 OK 串切这个可能就是刚刚提到 你就可能再花一点时间多练习吧 如果目前还是没办法理解 先背口绝算了 因为之前有同学 也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终于理解了 可能因为脑袋里面 没有那个观念 所以需要一点时间 那如果你这个观念通的话 以后你写别的语言也是一样 反正你一定会遇到 把那个变数 串在文字当中这件事情 但如果慢慢习惯了 其实倒也还OK 你说请问一个问题 因为本公式里面的end 它没有前后控格 跟变数要前后控格这个差异在哪里 就是公式里面的你就归公式里面的 你不要跟VBA混在一起 他们各自 各自有各自的 你不要 看起来虽然说 他们都end 但是两边完全是各各各的 所以刚刚那个是针对VBA里面的状况 我们后来写的是VBA的 那公式呢 你就不要管他了 OK 你不要乱改 你也不能改 OK 所以 这个就是很多同学 很容易就因为这样关系 就会受到干扰了 所以我说 如果暂时不太知道 你干脆口诀先记一下算 OK 先可以run为前提 然后run完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就OK了 清楚也OK 那最后的话 顺便再讲一个 因为目前我们输出的公式 就长这样 那可是你说 老师那如果 我有个需求 目前看到的这个 这个里面实际上 为什么会有 那个手机号码出现呢 主要是因为上面有公式嘛 有公式得到结果 可是另外 在那个VBA里面 还有另外一个运作的方式 就是我不要用公式 而是怎么样呢 我直接从VBA里面 把最后的门号 把它串接之后 直接丢进来 也是看到的结果就不会有公式 而是最后的那个电话号码 那你想说 这要怎么改 那当然另外一种写法 我们改的方法就是 直接拿 刚才拿这一段来改 门号公式 sup 复制一下 然后把它贴到底下来 那我们就不要是公式 就直接这样门号算了 OK 类似 我们就另外再起一个sup 这样门号 那范围都一样 只是说我输出的时候 我就不要用公式 所以我就是可以把那个 储存格后面的等号 的东西都delete掉 那我要放什么 其实你可以这样子 我要放的就是我自己来 串接结果之后 我不用公式 我不是丢那个isup公式 那假如我现在丢09 那你现在执行 这边就出现 因为没有0开头的数字 那后面如果我要串这个 有没有 0911 那这个的话 如果我要把这个资料 把它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个公式后面被串接的话 那你可以这样写 就是end 空一个end 对 因为VBA的规则 一定要空白 OK 是它规则 然后呢 我可以指向这个储存格 那这个储存格 应该怎么呼叫它呢 对 一样是sales嘛 其实可以拿这个复制 把它改成f就好了 有没有 不就是指它了吗 所以直接执行一下 有没有 911 你说老师为什么0不见 你其实只要在空一格end 在空一格再串一个减号 其实0就出现了 为什么 因为只要有非数字的文字 这个字串在里面的话 它就会把0显示出来 OK 好 你想说老师很接近的 后面那是不是有084跟007 那我们刚刚是透过那个公式的方式产生 那如果我今天直接拿它来串到后面怎么串 那很简单嘛 一样嘛 空一个end 空一个 然后就是把这个一样放到这里来 复制到这边来 然后这边改成g 可是问题 g的话 变得怎么样 跟之前一样的问题 它没有补0 所以如果要补0的话 之前我们就用test 可是呢 如果你假设你在VBA里面 你要做出类似像那个 Excel里面test那个函数的话 特别知道VBA的函数 跟Excel里面函数是不相容的 不相通的 那我也想到一个函数叫format 其实跟那个什么 跟test其实用法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加在哪里呢 Sales ID的g栏前面 那记得哦 逗点之后 也是跟那个test一样 双名号000 表示我要的是3码 这样的话 特别注意哦 只是在这个Sales外面包一个format 刮斧哦 记得哦 然后后面的话 一样加一个逗点 三个零 这样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来跑跑看 这边执行一下 有没有发现 084 028 036 那所以后面的话呢 如果我要把那个什么 007的部分也完成的话 那其实有个简单的做法 对有没有 大概应该差不多啦 and 减号对不对 然后把它复制一下 贴到尾巴 然后呢 把g改成h 这样的话呢 它就可以帮我把最后的结果输出 然后呢 但是不是用公式哦 有没有看到 那最后啦 游标放这边的时候 你会发现哦 哎 它里面显示出来的 对就是它原来 号码 那你说老师那两者 差别最大的啦 其实你应该可以比较出来 如果将来我们在执行的时候 如果你执行公式 它有一个 它优点是直接丢公式就OK了 可是缺点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公式本身很冗长 有没有 然后呢 它会造成什么一个结果 就是呢 你丢到储存格的资料量 它会变得相对的比较 对 然后会比较占空间 那有的时候会因为这样的关系 一存档 世界一存档 怎么档案变好大 而且一执行 让起来效率比较慢 对 所以如果有这种状况发生的话 那我是建议 你要把它改成下面这种写法 OK 好把这个刚刚的 这个改的门号的这个 再给各位看一下 我刚刚第一个就是把这个公式 有没有 这边sub到andersub 复制 贴下来 那我主要改什么呢 把后面这一串 改成这一串 有没有 09 其实就有这个感觉 比较像 之前我们在打 那个e-sale里面公式有点类似 只是说差别是这个啦 这个format 刮壶这里哦 有没有 然后逗点 这个后刮壶一下 试试看好了 你应该可以慢慢越来越可以看得懂了吧 如果以后可以自己控制的话 你VBA 你不用录制的也可以自己写出来 其实 跟录制剧集比起来 其实城市也没有多多少少 反而更少 那只是说你要了解 如何去控制 这个e-sale里面的储存格里面该怎么样去串完资料之后 把结果丢到你要放的位置里面去 OK 试一下 画面再 还给各位一下 OK 停止步 那这一串 城市 在云端白板上面的第15页也有了 一模一样的城市吗 这一串 明镜需要画面